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了解了关于用户的一些概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用户怎么去管理 用户组怎么管理 在这边我们会用到主要用到一些命令像group add group dl 来对组经营管理 包括用户管理用use add 以及use mode 还有use dl 以及对密码进行管理 可以通过password chh 这样一些命令 其实用户创建和管理是相对来说非常简单的 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用户是可以属于什么 多个组的吧 一个用户是可以属于多个组的 所以我们可以事先来准备一些组 来做我们这个整个测试的这样一个环境 可以通过group add 来创建我们的组 比如说这个人力资源组 group add sell 来创建什么销售组 group add it 来创建什么 it组 group add fd 来创建财务部组 这个是比较简单 市场部组 另外这里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提过 每一个用户会有一个uid 是吧 每一个组的也会有一个gid 那么默认我们看一下 组的信息最后是保存在etcr的group这个文件 我们使用tile mini来查看一下 刚才我们创建的那些组是吧 它应该在该文件的尾部是不是 好大家看到hr组1004 这是它的组的gid对吧 目前这个组当中没有成员 sell组这个是105 106它直接是往后排序的 对不对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在创建一个组的时候 要明确指定它的这个gid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命令啊 看group add -hap 这边我们可以使用-g 或者是-gid 来为新组指定它的什么gid 可以这样做 好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网络01的组 它的gid指定为2000是吧 gid指定为2000 好了 大家看看 看结尾 看结尾啊 这个组的gid是不是2000 嗯 但是我屏幕上这边是 只是专门的过滤了一下什么 lite01这个组 从edcr的group 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它的gid确实是2000吧 嗯 同样呢 使用group dl 来将组 lite01删除 删除 删除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看这个文件的尾部 这边已经没有那个组吧 嗯 其实创建用户组和删除组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必要去设置一个什么 专门指定一个gid 他自动会 以当前的gid往后往后推对吧 推使用一个数值 所以一般情况不用指定 ok 这就是关于组的管理 比较简单吧 那用户管理这块呢 可能会稍微有些支持呢 需要多一点 好 首先 我们看一下怎么创建用户 我们使用user什么 add 来创建一个用户 这个命令可以创建一个用户 第一个我们 首先呢 来创建用户的时候啊 我们先不指定任何选项 好 比如说大家看到 user add -hap 我们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它的选项非常多 对吧 有-c -d 指定加目录 还有指定它的 它的主组是吧 还要指定它的附加组 等等等等 甚至还要指定它的 uid 还有指定它的什么 登录的销 是不是 登录的销 好 那这边 我们再创建一个用户 第一个用户 没有做任何指定 对吧 任何 我没有指定 你看 我们没有指定该用户的主组 也没有指定该用户的附加组 也没有指定用户的加目录 更没有指定用户的什么 shall和uid 这都没有指定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动作到底 有什么影响 或者产生了哪些文件 对哪些文件有影响 Graph这个命令咱们在前面是不是提过 然后过滤一下什么 user01 从哪过滤呢 从password的文件 新的用户的用户信息 应该会在这个文件里面吧 那新的组的组信息 密码信息是不是在shadow里面 虽然说它现在没有密码 但是它应该有一个 有另一行 而且还是有密码的策略的 第三个呢 看到了吗 这个用户 这是edcpassword的文件 里面有一个用户叫user01 它的密码站位服 它的uid 它的什么 不是它的gid 它的主组 还记得这个地方主组吗 那主组 100009 1009是吧 这边我们看到 确实有一个组叫什么 有一个组的gid是1009 它的组的名字呢 正好和它的用户名呢 是一样 最后是用户的加目录和用户的shadow 密码暂时是什么 没有吧 好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现象是什么 除此以外 我们再看一下home下 已经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user01的一个什么 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是用户的该用户的什么 加目录 同时会在挖下的spot下的这个mail下面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叫user01 这是该用户的邮箱 在这个系统上的邮箱 邮件的邮箱 OK 明白吗 嗯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刚才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 其实呢 做到哪些事情 一创建的一个账号 叫user01 是吧 各位 user01 包括赋予它的UID 但是这里呢 大家也看到 这个user01 这个组是我们刻意创建的吗 不是吧 是我们在创建user01这个用户的时候 他自动创建的一个组叫什么 user01 而且当前这个用户已经属于什么 哪个组 1009也就是user01这个组 是不是 这个组我们说过是它的什么组 主组 是吧 是它的主组 同样 我们可以通过ID加上用户名user01 来查看它的信息 我们看到当前用户的UID是1004 用户名叫什么 user01 它的GID 这里的GID是指的是它的主组的GID 它的主组呢 也是1009 是你组的名字叫什么 叫user01 另外它目前所属的所有组啊 就一个 对就一个组 它目前就一个组 没有别的组是不是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呢 这边有一个小节 看到了吗 如果创建一个用户的时候 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或者没有指定任何组嘛 对吧 这个地方不能说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任何 任何 任何组 这里的组包括什么组 主组 主组 或 附 家组 这些我们是不是都没有指定 当你创建一个用户的时候 你既没有给他指定主组 也没有给他指定附加组 系统会给他创建一个什么 和用户名同名的组 来作为他的主组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这边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看啊 任何一个用户 任何一个用户 比方说 任何一个用户 在0.0上任何一个用户 例如我们的user01 是吧 这个用户 它是可以属于两种组的 好不好看啊 哪两种组呢 一种组叫做主组 是不是叫主组 好 那么这个主组 大家注意是有 有 必须什么 有且 只有一个 没有吗 嗯 就像我跟你们上午说的 古时候的那个 正房一样 对吧 必须得有一个 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那样的 有可能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一个 是吧 这个是主组 在另一个系统当中 必须有 好 这个主组 我们刚才有没有指定 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有没有指定主组 如果说你指定的话 那就是这个 没有指定的话呢 对 这个主组有且只有一个 如果我们再做一个细划分的话呢 就是 就是如果有指定 是吧 有指定 指定 则使用什么 指定 对 指定 指定的组 作为 主组 作为该 作为该用户的主组吧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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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该用户的主组 那么怎么指定呢 钢 钢 钢 小鸡指定 这个我还没讲过 钢小鸡指定 那如果说没有指定呢 就是 会指定 它就是这个 没有指定的话呢 那就 默认 给它搞一个 和它 同名的组 是不是作为主组 好 第一 下面一个 什么意思 对 附加组 这个附加组是可以有多个 那换言之也可以没有吧 是不是一个用户可以没有 一个用户是可以 主组是必须的有一个 而且只能有一个 而附加组是什么 可以有多个 那你懂吗 各位 这个意思 这个我没有在PPT上列举啊 所以说你 该在哪做一下就做一下 整理 记一下就记一下好吧 好 就是用户是必须要属于主 属于什么组的 那附加组怎么指定呢 创 这个附加组这边 可以有两种方法获得 一种是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创建用户的时候指定 就是我说的是创建用户时指定 对吧 比如说 杠大G 杠大G 杠大G是指定什么组 附加组 表示后面给一个HR 逗号 IT 逗号 FD 对吧 这个是指定他的什么 附加组 可以指定 没有吗 杠G是组名字 主的名称 就是你前面我们刚才不是创建的那个组的 创建了一堆的组吗 对不对 前面不是准备好了这些组吗看到吗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就这边这个 这些组 要特别注意的是 无论是 无论是 你这边小G 你看小G 后面也可以指定组 小G后面指定什么 比如HR 注意 你所指定的这些组 必须要事先存在 你要是没创建好 就是这个组如果提前没有存在的话呢 这个肯定不能够 不能够这个去这样去做 那么有没有各位 必须得存在 这个附加组必须存在 主组也必须存在 好第一种方法是在什么 创建用户时指定 那么还可以怎么做 就是在创建 就是用户以什么 用户已经存在 创建组的时候不行 这个用户已经存在 创建好了 创建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呢 通过哪些命令呢 通过 存在 如果用户已经存在 我们 加入到什么 加入到这个 加入到这个 附加组当中去 如果用户已经存在 我们可以加入到附加组 没意思吗 这个加入附加组呢 这个加入附加组呢 用哪个命令 哪些命令呢 用一个是CHMOD 啊 sorry 那个UserMode 修改用户 一个是GPSWD 这两个命令 我们可以将已经存在的用户 我们可以将已经存在的用户 加到组当中去 总之我们再来说一下 一个用户是可以属于什么 两种组的 明白吗 一种叫什么组 叫用户的主组 叫用户的主组 是不是 主组有且只有一个 明白吗 这必须得有一个 无论怎么样得有一个 那如果说 你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有给他指定主组 使用什么指定 叫小G 是不是指定主组 那么他就使这个组 来作为他的主组吧 然后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呢 他会自动创建一个 和用户名同名的组 作为该用户的主组 明白意思吗 然后第二个附加组 附加组什么 可以有多个创 创建用户时 我们可以使用杠 大G指定 然后后面跟上那个一个组 两个组或者是多个组 是吧 同时把它加到多个组里面去 如果这个用户已经存在呢 那我们可以使用命令 再把它加进去 那这里几个注意点需要注意 几个注意事项需要注意啊 几个注意事项 一 杠小G或者杠什么 大G指定什么时候用 几 使用这个 比如说 UseADD 创建用户时 使用 就是我们这个用户 还没有 我们现在正式要创建它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呢 加上杠小G或大G 是不是来指定它的组 第二 指定的这个无论是杠什么 杠小G还是杠大G 然后指定的组 必须事项必须事先存在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 看到吗 必须事先存在 这边关于这块有没有疑问各位 那没讲 那没讲到那儿 我只是告诉你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这样一个整个一个盖帽 OK 这能不能看懂各位 我再简单说一叙述一下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用户 可以指定 他他必须得有主组吧 且只有一个 这个主组呢 可以怎么做呢 创建用户的时候 两种情况 一 指定怎么指 刚什么 小G 后面跟上一个组的名字 但这个组必须事先存在 或者是呢 你没有指定的话会怎么样 系统会为其创建一个同名的组 在作为该用户的什么 主组 你懂吗各位 附加组可以有什么 多个也可以没有对不对 附加组同样在创建时 可以使用杠人吗 大G指定 后面跟上组的名称 可以有多个附加组 是不是 然后如果用户已经存在呢 如果这个用户已经创建好了 但是他事先 他以前没有加过这些组 那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命令 User Mode 或者是什么 G Password 来将一个已经存在的用户 加到 加到组当中去 没有吗 关于上面这个 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使用小G指定这个什么做 组组 一般我建议大家不要用 尽量了让他 让系统帮他什么 帮他自动创建一个组 作为他的组组 好 关于这块大家有没有疑问 看一下 没有吧 有 这还没有讲呢 这还没有讲到那 好吧 刚刚他问过一次 好 这个 这条路呢 虽然说可以使用小G来指定 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做 OK 我从来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组组 为什么 乱 因为比较乱 他们说的没错 因为 主组的话就应该是个人什么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你这如果说HR来作为用户的主组 是吧 好多用户是不是都可以使用HR来做用户的主组 这个比较乱 用户的主组是什么 尽量是保持自己的唯一就可以 附加组呢 可以有多个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的家庭是独立的对吧 然后他可以在后期再进入到什么 各个公司或者是再进入到一些组织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家庭最好保持独立 否则的话 后期的管理将变得什么 非常困难 明白我说一字吗 这种环境也是一样 不要指定 不要指 虽然说有这个功能 但是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指定这个所谓的主组 好吧 附加组就可以 就是尽量保持一个什么原则 主组就让它自动默认的创建 是不是就可以 这能不能听懂 OK 好这个记了吗刚才 记了啊 好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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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